我覺得林昌索現在雖然是無黨籍喔 可是在過去這段時間他的最大動作就是帶了很多的這個時代力量的公職出走 然後我就在被解讀成就是提前為民進黨在2022年的選戰清理戰場 所以他現在雖然沒有真的加入民進黨 但是可以說是這個已經變成很有實力的這個側翼的一份喔 那民進黨這一次出動這麼高規格來替他這個罷免之戰站台 我覺得就不意外 可是大家去想一件事情就是看到蔡總統看到院長看到副總統到現場 是不是有點本末倒置喔 事實上他當立委也已經當了一段時間了 如果要讓他安穩的留在這個選區裡面做委員 其實有更多的可以告訴他什麼樣的事情可以做 然後什麼樣是不該做 在那個階段的時候他們去見面去站台 我覺得還是比較有意義的 那一路來到了這個選民已經用行動讓罷免成案 表達他們對林昌佐的不滿來到一個高臉的時候 那反而這些民進黨的高層才出手 那做的只是說求求大家讓他繼續留在選區了 那我覺得他們的付出跟想要追求的結果是真的本末倒置 那對選民來說是沒有好處的 唯一獲利的就只有林昌佐可能可以繼續得以留在選區 那唯一獲利的人只有他 可是對選民來講是很不公平的 在過去一段時間顯然他們沒有得到好的服務 還有這個好的問政品質 所以他們才會集結起來 那現在民進黨投入這麼不對等的資源 去替罷免把它操作成說這個要反惡罷 而不去思考他過去種種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才會換得今日下場 我覺得是這樣 那個我請教家良 今天如果我是民進黨 我被罷免或是我參與補選 我實在不太在乎民進黨到底誰來幫我站台 因為綠的盤總比我自己的盤大嘛 所以誰要來我都非常歡迎 國民黨就不一樣了 我覺得國民黨其實是一個fracture 是一個骨折的黨 它裡頭有各種不同小小的派系 比如說他們今天這兩天就說要派 像那個徐小仙派張亞中去眷村 好你們兩個人出來了 到底是拉了多少票 而且趕走了多少票 你今天臨場總會想 今天你那個來站我的台 如果是民進黨沒問題 但如果是國民黨的 你來站我的台 到底是對我好還是對我不好 我就講了 現在出面挺這個罷免的 罷免的 所以鍾小平 映小薇跟童宗宴 系不系為什麼是童宗宴呢 對不對 所以童宗宴講的道理 舉的誓詞 揭發的弊案 再有多大的量 只要來自童用宗宴的嘴巴 這個效果就打折了 所以這個不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嗎 那現在更加主席講了 而不要拼成藍綠對決 但是萬華區是藍多於綠 你連都確戰了 到目前這個關頭 你都說不要藍綠對幹 你在想什麼 好不好 掌握全球情緒 國際新聞全新選擇 YT頻道 TVBS 國際Plus 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請你開啟小鈴鐺 請你開啟小鈴鐺 JS diamond 我們可以開啟小鈴鐺 我們可以做啟小鈴鐺